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预备好领受神的话语吗 好 我们来 今天牧师特别要跟你们讲这个主题呢 就是别怕上帝耶稣在照着我们 因为我相信呢 在我们现在的 你翻开报纸或者是你听新闻 你都会被这些的新闻来吓到 你明白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 这个时候又再增加了多少 新加坡又增加了多少 中国又死了多少人 也听说槟城的 又死了一个 你隔壁家那个又不会是这个的 所以跟你隔壁走又说 不怕 耶稣照你 虽然你买不到口罩 但是耶稣有一个口罩 这是耶稣照你的口罩 所以今天你来 可能你没有口罩 但是我相信 教会还是会 给你们口罩给你们 在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呢 在门口那边呢都还会拿到口罩 这是教会给你们 对你们的一点点的这个心意 至少要你们 在这个自己的防范硕士当中 做得好一点 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口罩的话 等一下呢可以去那边 但是你不要拿枕盒啦 ok 要留下来给一些 一些有需要的人用 所以呢 对我今天我要说的 因为在这个情况里面呢 我们发现一些国家失守了 我们还听说 上个星期啦 我们还听说 印度没有人种 因为我们吃卡丽 所以有了很多人去买卡丽 如果你去买卡丽了 买了一箱两箱的 那我就抱歉了 昨天的新闻刚刚出来 印度3000人被隔离了 ok 有177个已经被正式换上了 这个确诊说 这个 武汉的肺炎 所以呢 我们也要祷告 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 或者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或者你买了什么 最重要的是呢 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平安 Amen 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 人如果失去了平安 人如果没有平安 我告诉你 吃什么都是假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可能你没有患上那个疾病 但是那个疾病 已经把你搞到乱七八糟了 为什么 我给你看了这个新闻 昨天我才看到 印度印度 这个新冠肺炎 看第一章 这个疫情呢 扩散引起全球的关注 那么一名患上 普通感冒 你知道吗 一个男子 就医后 他深信自己 出现新冠状病毒 他自己做了什么了解呢 真的 我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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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了 我中了 他觉得他中了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他就掉顶子 他致敬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很多病人 不是得这个病死的 是被吓死的 那么第二 你会看到 教堂成为新的感染源头 你跟你个病死说 你很勇敢 今天你还来 你非常勇敢 对 学妹 你今天还来到这里 你真的是非常勇敢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想 教堂成为一个 你看这个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属灵征战 明白吗 所以变成 你看 这个五人研制恩典堂 已经不只是五人了 OK 今天的报纸 已经大概有九位 七八位了 七八九位 我不晓得 已经来自这个教会的 恩典堂的一个 一个 新加坡有两个教会 会中 所以感谢主 我们做得非常地谨慎 你们进来为什么 你们要配合一下 好不好 你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工作人员 帮你们量体温 如果你们是发烧的 那么我们就会把你 当场隔离 我们就会让你 不是说拒绝你来 你不是说 教会拒绝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是会去 在外面里面 有一个电视机 给你看我们现场直播 好不好 那么你就在外面 如果是 我们本教会会有了 如果你发烧 如果你 你也不要特地 特地看着 全部人都会眼离你 那你没有朋友 那时候不要 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我 谁敢关心你 这个时刻 明白吗 最多我们在背后 为你祷告而已 OK 所以 但是我们不怕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去隔离 在外面好不好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许多人都惊慌的 明白吗 所以你说 你看看你隔壁的 是不是比较惊慌的脸色 我们这边没有了 我们都很淡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平安 你知道吗 平安很重要 我们华人很讲究平安的 你知道吗 我们华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平安的一个民族 大家还没有讲这个平安之前 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老陈就去应征一份工作 那么这份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做司机的工作 那么应征成功的时候 他就第一天上班 他的老板是林老板 然后林老板就带他去取车 去车房里面 然后呢 就 林老板就坐在这个驾驶盘前面 然后就叫这个老陈坐后面 老陈就非常奇怪 我是来坐司机的 怎么会是坐后面呢 那老板有没有搞错 那老板我驾车 今天我驾 我是坐司机吗 老板说不用钱不用钱 你就坐后面而已 我今天 我就是驾驶就可以了 然后到达这个公司的时候呢 老陈就觉得 以为是说 要知道他的路线 那回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 可能是我驾的 那你知道回的时候呢 还是老板驾车 那老陈就奇怪了 老板啊 我是来应征坐司机的 不是来应征坐乘客的 老板说 其实呢 这个世道不好啦 我虽然 给你坐司机 但是你还是坐后面比较好 老陈摸不到头脑 到底什么原因 他说 因为现在绑架案太多了 他们都是绑后面的 不会绑前面的 所以呢 你还是跟我坐后面比较好啊 拜托 拜托一下 所以对不起来 我要说的 这个虽然是一个故事 但是真是发生的 在哪里呢 这个菲律宾 你知道吗 菲律宾很多华侨 他们在聘请司机的时候 都是坐后面的 为什么 他们怕被绑架 如果你是匪徒 你要绑架 你会绑前面司机 还是绑后面的那个 给我的话 两个都一起绑 对不对 要杀错谋风过 对不对 才问了司机 OK get out OK 所以呢 对不起来 我要说的 我们活在一个 没有平安的世界里面 我们华人这个民族 最讲究的是什么 平安 所以你会看到 华人的家里 你一进门口的时候 有一个 出路 平安 你记得到米缸里面 有一个平安 踏在那边 我不知道米缸 为什么要平安 意思是说 平平安啊 就是要有米就对了 然后去厕所 也有平安 枕头底下也有平安 床底下也有平安 都有平安的 在车也是有平安 还有 在你还没有 为信组之前 请问 有求过平安符的 在你的 pocket里面的举手 很真实 对啊 为什么 我不是在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人家 要这个平安符呢 平安符是代表什么 因为你没有平安 所以你要有一个平安符来 给你平安 但是平安是这样来的吗 对我们的 不是的 你要明白 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 跟我们所认识的平安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所以对我们的 我要说 基督徒 有些甚至基督徒 他也不明白真正的意义 他觉得不平安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圣经 放在他胸口里面 哎呦 平安了 平安了 现在你没有圣经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圣经 有电话对不对 你把电话放在你胸口里面 那你 肤色更大 OK 所以 现在 甚至有些人说 在门口放了一个什么 之前你是住的平安 现在放什么 基督是我家 知主 你觉得放这个就有平安 或者是 晚上睡不了觉 圣经把它放在胸口里面 或者张枕头 我也平安了 如果你平安是这样来的话 那非常可悲的 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 放一本圣经 跟基督是我家知主 只不过告诉世人 你是一个基督徒而已 你明白意思吗 真正的平安不是源自于这里 真正的平安是源自什么 真正的平安是源自于圣经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你知道吗 主耶稣要跟门徒 做最后的道别的时候 他跟门徒说了一句话 主耶稣要离世之前 他对门徒说了一句话 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家 你必须要明白 我的平安是从哪里来 我的平安不是从一本圣经 不是从一个十字架 我的平安 乃是在于耶稣里面的平安 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说呢 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十四章 整个约翰福音十四章 是耶稣跟他的门徒 做一个最后的道别 你知道吗 十四章第一节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虑 不要忧愁 我去 耶稣说我要离开了 我去源是为你们 预备地方去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接你们到那个地方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是最十礼拜 最常讲的信息 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 其实这个不应该是在 当然你要在最十礼拜讲也可以了 但是这个是神给我们 极大的一个盼望 一个应许 一个安慰 所以在十四章的时候呢 第26、27节 耶稣跟门徒做了一个道别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但保慧师 为什么他离 他说我离开了 保慧师就来 对不对 保慧师是谁 谁是我们的保慧师 圣灵 他说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要拆来的圣灵 要将一切的事 什么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OK啊 你心里有这个很重要 我将我的平安怎么样呢 赐给你们 主耶稣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对不对 主耶稣在这里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是谁的平安 耶稣的平安 耶稣的平安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赐的 今天很多人会教你 你如果要平安的话 你要深呼吸 就是五四一 什么叫五四一呢 深呼吸一下 然后四 憋住四秒 放 又再吸 你就平安 你死得更快 我告诉你 这个是 平安是这样来的吗 或者是你躺在沙滩上 哇 享受那个风和热力的 一个下午 那个环境 但是那个环境会改变的 突然一粒沙滩球 啵在你的脸上 你的平安就没有了 明白意思吗 所以平安不是源自于环境 平安也是源自于 耶稣的平安 不是世上的平安 耶稣说 我将我的平安 弟姐妹 如果你当场在那边 你当时在那边 耶稣说这句话 这是耶稣最后的道别 这是耶稣要遗留给 他的门徒 一个宝贵的礼物 神离开之前 他给什么 圣灵对不对 宝贵师 那么这一份平安 也是他留给我们的 阿们吗 他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门徒听了一定很兴奋 为什么他会兴奋 因为他跟 这些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半 他没有看过耶稣 耶稣从来没有这样 或者是走 哎呦 哎呦 脚痛 我不能走 我们停在这边就好了 不要再走 耶稣有没有这样 没有 耶稣的平安 他们知道 耶稣的平安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难倒耶稣的 阿们 你还记得吗 有一次的时候 这个法利赛人 不要试探耶稣 他说 我们纳税该不该 纳税给凯撒该不该 他们要难倒耶稣的 他们要设下陷阱来 陷害耶稣 耶稣说 来 把你们的钱币给我 耶稣一看 他们把钱币交给耶稣 耶稣一看 钱币的面向是谁 他们说是凯撒的 耶稣就丢回给他们 凯撒的物归给凯撒 上帝的物归给 上帝 多么有智慧 耶稣的平安是 面对五千人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耶稣说 当中有什么 其中安德烈 Andrew就是我了 不是我了 我都跟我名字一样的 Andrew 就拿了五个饼两条鱼 来到耶稣的面前 五个饼两条鱼 喂饱五千人 五千人只是一个 当着难丁的数目 还不包括那个七小 大概十五千人 我要说的 耶稣的平安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难倒的 甚至我要说 甚至在一个 暴风雨的夜晚 你还记得吗 耶稣在船上 枕头枕头什么 睡觉了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记 那些门徒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 有几位是仪夫来的 对不对 他们肯定比耶稣更晓得 更懂得气候风浪的应对 对不对 但是我想问你 耶稣在海外出来传道之前 他的工作是什么 木匠 不是卖鱼的 是木匠 但是他们面对风暴的时候 圣经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 门徒转向耶稣说 父子啊 他在睡觉 父子啊 父子啊 我们伤命了 难道你不顾吗 哈喽 你不是比我更厉害的吗 你们是仪夫吗 对不起妹我要说的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有能力 当耶稣起来 彻底了风和海 圣经告诉我们 风和海就怎么样呢 平静了 对不起妹 平静了 我要说的 不要忘记 那十二个门徒当中 有一些是愚异夫 我说的 可能很多时候 你觉得你可以掌握你的环境 你可能觉得你可以控制 你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 你的计划 赶不上变化 很多时候在改变 你看到吗 我要想的 因为这一个 这一个的疫情 中国很多小型 中型的都倒闭 为什么 因为真的计划 赶不上变化 很多东西改变了 OK 很多公司倒闭了 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 基督徒 我们要面对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面对困难吗 会面对变化吗 但是感谢主 神的应许告诉我们 祂将祂的平安 什么样呢 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惧化 不要惧怕 不要上叹 我告诉你 主耶稣 在整座枕头 睡觉的时候 祂是被风浪声吵醒 还是被门徒的 惊叫声叫醒 门徒 我告诉你 风浪 逼不了耶稣 或者是 叫不醒耶稣 但是你的叫声 你的呼求声 你的求告声 可以叫醒祂 阿们 阿们吗 所以跟你隔壁左右的时候 要多多祷告 不要只看环境 你喊环境没有用的 你对环境喊没有用的 你要对谁喊 明白吗 你要对耶稣 你要叫醒祂 要很多时候我常说的 如果你好像你祷告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好像耶稣在睡觉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 平安 因为耶稣在你这个船上 阿们 所以不要怕 跟你隔壁左右的时候 不要怕 哈利路亚 所以你知道吗 在耶稣所谓的平安 你知道吗 这个平安这个字很重要的 平安 希伯来文叫做Shalom 跟你隔壁左右的时候 Shalom 不是Shalom Shalom Shalom的意思是什么呢 Shalom的意思就是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 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丰盛 一切心灵里面的平安 一切的健全 一切的安全 都在这个Shalom里面 明白吗 你知道我们华人 我们彼此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见到对方 我们会问他们一句什么 我们整个华人就是吃罢了 OK 到头探街啊 哪里找吃 对吗 所以但是你知道吗 犹太人呢 他们见面了Shalom 这好像马来的Shalom 这是愿你平安的意思 所以Shalom 在他们的整个的民族意思里面 当我说Shalom的时候 我就在神的平安 神的健全 神的祝福 神的保守的当中 这个叫Shalom的意思 所以我要说的 当主耶稣说 我会把我的Shalom 我的平安给你的时候 门徒一定很知道的 我一定要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病 暴风雨也不能够什么呢 来拦住他 我也看到 虽然你还记得吗 主耶稣要在 在他的家乡讲道 拉撒勒讲道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记载 然后他讲了 也就是乃曼将军得救了 这个外邦人得救了 他的村里面的人就很不爽 要把他推下三挨 还记得吗 然后耶稣的很从容的 在人群中走过 就是说他的平安 是没有人可以大扫他的 这个叫做主耶稣的平安 想不想有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 神不单单遗留给 他的门徒 也遗留给今天你跟我 阿们 所以是属于今天你跟我 拥有这个平安 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也必须承认 听众姐妹 我必须承认 我们在基督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面对苦难 会吗 会 但是神给我们一句很重要的应许 在16章33节 一按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 主耶稣一直重复的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有我的平安 你们不要怕 有我的平安 然后他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耶稣说你们放心 你们就要放心 跟你个别说 耶稣叫你放心 你放心 担心担心担心什么 放心 可以吗 可以 你不放心 你不放手 那神很难接受 你放心 你放手 神就接受了 阿们 但主耶稣说 但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什么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个我要说的 约翰福音14章开始 是主耶稣最后的遗言 告诉他们 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 OK 主耶稣知道 我在十字架 当我说成了的时候 我不单单胜过世界 我也胜过死亡 阿们 所以同学们 这个是很重要 很宝贵的真理 你必须要去明白 你必须要去认知的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当亚当犯罪之后 世界就堕落了 生老病死就开始 事行了 你知道吗 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 人类是不会死的 你明白吗 但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了 病 生老病死就怎么样 出现了 OK 所以明白吗 但是 但是这个世界 原本不是神创造的本意来的 但是因为最近有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本质有苦难 所以不管你面对 怎么样的苦难 神应许你什么 在我里面 你们有 平安 对不起们我要说的 主耶稣没有被暴风雨吵醒 主耶稣是被什么 门徒的 呼叫声叫醒 无论面对任何的风浪 你要相信神大人的绑壁 必看顾着你 必保护着你 阿们 那你可能会说 如果耶稣这样厉害 耶稣这样平安 耶稣 你刚才说 风暴 不能够阻止耶稣 人家要把他推下伤癌 他从人的走过 他从来没有生病 没有咳嗽 没有脚痛 没有颈尖板突出的问题 没有心脏病 没有高血压 没有中风的现象 为什么他会死呢 这准备你要知道 你知道吗 在约翰福音 很清楚告诉你 你把这段经文记下来 我不会打在这边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你知道吗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出去 我有权柄起回来 阿们 你明白吗 耶稣为什么要牺牲呢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爱你 你还记得吗 在克西玛尼沿的时候 圣殿的那些精兵 要来抓拿耶稣 来到克西玛尼沿 他说 请问纳撒的人 耶稣在哪里 耶稣很简单的 他走出来 It's me I am 是我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那些来抓他的兵丁 全部扑倒在地上 他还没有 他只是出口而已 兵丁就扑倒了 如果他不愿意 他不是自愿地 把他的生命献出来 你能够抓他吗 你还记得吗 当中一个门徒 就拿起刀来 就是砍掉 这个精兵的一个耳朵 主耶稣说 为什么要动刀呢 难道我不能叫 我的天父 差派十二瘾的天使 来救我吗 你要明白 主耶稣离开 主耶稣的舍命 不是因为 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那是因为 他愿意 牺牲他自己 来拯救你的生命 阿们 所以主耶稣在离开之间 他说 因为我已经生了这个世界 所以你们放心 可以拥有我的平安 对不起 可能你会觉得 我一直祷告 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的 牧师 我不是没有祷告 我有祷告 我有敬拜 我有进食 有些时候你进食 有些时候你真的是进食 你是马干嘛 可是你说 牧师 我也是有领圣餐 我甚至 我故意在神的面前 我只差没有 跪榴莲壳罐了 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工呢 为什么应许还没有成就呢 为什么还没有看到 上帝做成他的工作 主耶稣 我要告诉你 每一次这些属灵的举动 你都会看到神 一步一步一步的改变 阿们 你还记得吗 11月份 我就患上了 这个腰痛的疾病 还明白吗 我不是拿了椅子 坐在台上讲道吗 OK 我要告诉你的 我的状况是这样 我的颈椎呢 我以前动过手术 我的L3 L4 L5 动过手术 放过螺丝 那个地方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出现这L5跟S1呢 它的软骨吐出来 然后压到我的左脚的坐骨神经 非常的痛 导致我的整个的足备 我的足备 我的足备 就是这个足备 麻痹的 OK 整个五个脚趾都麻痹的 已经两个 我一直守圣餐 你明白吗 我一直守圣餐 那有一天 我就说 主啊 我来到你面前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什么进展 说主啊 你医治我 我宣告你的保水是大有能力的 你的保水 每一次我们领圣餐 不是因为圣餐的缘故 你还是要专注耶稣 你明白吗 我记得 那个时候在上个礼拜前 我在领圣餐 我那个晚上我领圣餐 我早上醒来 我很兴奋告诉什么 我的脚哦 本来五个家里麻痹的嘛 现在只剩下 最后一个家里 最后一个家里麻痹罢了 我说神做工了 神做工了 我还很兴奋地跟爱弟姐妹讲的 爱弟姐妹还记得吗 我说神兴奋了 我说神做工了 将荣耀归给上帝 Amen 那么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那个最后一个家里呢 剩一半 神继续地医治我 Amen 那么我说 有一些人 可能immediately 就很即时地得到医治 但是有一些呢 神 住见识地 静见识地 恢复你 Amen吗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说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相信神 要成就祂的医治 在我生命里面 Amen吗 所以这样子妹 我们不要灰心 明白吗 可能你祷告 好像看到没有什么动作 好像神没有做工这样 灰的 已经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Amen 已经最转变 可能说 关系还是没有什么 看到恢复 神也还没有看到转变 身体还是越来越 我都每次讲的 你不要一直揍住你的身体 我常常讲的 我从来没有说 我这死人家不怕 不知道怎么输不怕 我这死人家不怕 你死人死人 变死人家了 你要说 上帝给我的脚 快如母路的体 Amen 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你要这样祝福你的身体 包括你的生意 你知道吗 神体来走 不去也走 也走 哎呀 你要祝福他 Amen 你要祝福你的生意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很多时候呢 可能你会看不到 到现在 看不到任何的进展 但是继续祷告 跟你跟鼻子左右说 继续祷告 或者是继续领圣 或者是继续赞美神 也许你会问 既然耶稣把平安留给我们 牧师我知道 耶稣你说 OKOK我明白了 OK啦你讲了 耶稣把平安留给我们 我有他的平安 他不会生病 他没有生病 然后他很健康 然后他很有能力 对风说话 我怎样去冰城大桥 我对风说话 看看会不会 我不是叫你这样做 OK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你觉得 为什么 我没有得到 耶稣给我的平安呢 你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我问你隔壁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有没有 有没有 老师问他 有就点头 没有就摇头 有没有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平安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 这个平安 你知道原因 出现在哪里吗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没有人想知道 只有一个 只要出列我讲给你听 OK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也是刚才的 14章的 14章的经文 它说什么呢 14章2627节 但宝会师就是 赴因我的名 要采来的圣灵 我要将一切的事 只叫你们 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OK 这里重要了 你们的心理不要什么 忧虑 也不要什么 胆怯 你知道吗 字界希腊文 希腊文翻译什么 不要让你的心理忧愁 也不要让他 胆怯 这个部分上帝帮不了你 哈喽 跟你个背左边说 神帮不了你 你自己帮自己 OK 神平安已经留给你了 但是问题是 不要让你的心忧虑 也不要让他什么 胆怯 这个是你该负责的部分 你该负责任的地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全部丢给上帝 这个部分你需要守着的 很多时候我们讲 不是啊 哪里有口罩 哪里有口罩 我们很喜欢有口罩 对 你包上去 你只是保护掉你的口 但是 你保护掉你的心 明白吗 你的心也需要口罩 心罩的明白吗 跟你个别人说 你的心也要心罩 哈喽 不要只保护你的口而已 你的心也需要被保护的 还记得吗 我曾经讲过这篇信集 你必须捍卫的地方 是哪一个地方 你的心 真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哪里发出来 心发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保护 你保护到里面没用 你明白意思吗 这个地方如果你保护的话 你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 我告诉你 基督都会面对困难吗 会 上帝会给你力量 去胜过这些困难 因为你在祂平安里面 阿们 不要只在乎外在 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里面 这个心没有被保护的 那么我们就什么 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一个应许 所以不要这个部分 是你必须去负责任 当你不让你的心忧虑 不让你的心胆怯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呢 圣灵会将一切的是什么样呢 指教你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当我们心一忧虑 我们心一胆怯 我们做的东西 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对不对 做的任何的决定 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你心胆怯和忧虑 搞砸了一切 所以当你不让你的心 忧虑和胆怯的时候 圣灵要将一切的是什么样呢 指教你 所以我要说的 平安不代表你没有问题 或是没有苦难 或是没有挑战 而是你面对问题 面对苦难 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不会被打垮 而且你能够临危不乱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一旦忧虑的时候 你就会靠自己的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做出 又忧虑地祷告你知道吗 朱学书啊 这个时代 真的不知道是怎样 现在我看到 我不要敢去看医生 医生不知道有没有 那边医院里面很多的病毒 我不敢出门 我不敢拿钞票 因为钞票里面很多病菌 如果你不敢拿钞票的话 给我 ok 有人问我说 刀票要消毒 等下剩下来 就你的口袋那边全部 那银行的那边 我帮你消毒一下 只挑20%就可以了 只做20% 所以我们就开始担心了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我告诉你 不 不需要做那种担心的祷告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的祷告是忧虑地祷告 确实啊 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怎么办 你知道吗 你的这样的祷告呢 其实我不能够说不对了 但是我要回到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怎样祷告 想不想知道 你知道腓立比书 告诉我们怎样祷告 来我们看 腓立比书的经文 腓立比书4章6到7节 他说应当义无挂虑 这个是放在前面的 然后他说什么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是接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处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 你还是针对什么 心怀意念 神有没有说 当你义无挂虑的时候 神就会改变外面的环境 不是的 神先保守你这些 当你这边被改变了 外面改变不了你的 外面无论什么问题 都改变不了 但是你这边先改变 你看到吗 但是在你祷告之前 你想要做什么 应当义无挂虑 跟你哥 比如说 Man 1 今天你们很勇敢来到教会里面 如果你在新加坡 可能今天你就不来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真的 你被什么喂养很重要 真的 你被什么喂养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这个天灾人祸 我说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天灾人祸 是来自于神的 那今天你就会得这个 那我没有话说 但是我们说 我们是被神保护的 Amen 我们是在神的硬币之下 在翅膀底下 在祂的隐秘处 是被保护的 Amen 每一天宣告 四篇九十一篇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可能有人说 哎呦 就启笑 讲讲两句就会被保护吗 那是他们 他们看不到属灵的事情 Amen 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属于神的孩子 Amen 你要看到属灵里面的保护 我们 我们只看到外在的 我们也没有看到灵里面的 当你知道吗 当你灵里面被保护的时候呢 那恶者的势力不能够侵犯 Amen 当你被保护的时候 那黑暗的势力不能够侵犯 所以不要在意人怎么说 如果你可以post 诗篇九十一篇 你就post 鼓励人家 鼓励一些基督徒 我们宣告诗篇九十一篇 有 我告诉你 我们的一个牧师 他跟我谈 他跟我讲 我就share诗篇九十一篇 我被buried 我说buried你什么 他说我是看他的 真的是被讽刺了 他说什么诗篇九十一篇 然后如果你被保护 那么外邦人不是很不公平 那些得病的不是很不公平 得病的公不公平 不管我的事 不是我自私 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Amen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 如果今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 他们也被保护 Amen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评论任何一个人 OK 也不要去批评那些不在神保护里面的 我们真的是希望说把福音怎么样呢 传给他们 把上帝的保护让他们知道 OK 所以你的家人也好 你为他们祷告那些为信主的 你不要说 一人没信主也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没想到得了你 不要 OK 因为你的缘故 因为你的缘故 他们要得到保护 我上个礼拜才讲了 还记得拉赫的故事吗 拉赫 因为他一个人的信心 全家得救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家族里面因为有你 他们要得到保护 所以每一天宣告诗篇主持一篇 在你的家族里面 Amen 你不要以为 他没信主 他没了 他一直给 不不不 他们仍然在我的保护里面 Amen 所以每一天为他们提名祷告 可以吗 所以他们就在上帝的保护里面 遮盖当中 所以 在你还没有做任何祷告之前 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什么 义无挂虑 所以但愿你能够放手 并且拒绝忧虑的时候 凡是这些祷告 祈求和感谢 这些没有我要说的 你知道吗 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遇见门徒 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愿你平安 对不对 愿你平安 这个今天我们还会打 昨天的 全部看着我 OK 主耶稣 每次遇到门徒的时候 昨天你有来的 没有 给他一个鼓励 愿你平安 对不对 主耶稣复活之后出现 第一个问 第一个问他们就是 愿你们平安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 出现说愿你平安呢 为什么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知道他将要死 然后对门徒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斥的平安 不是像世人所斥的 为什么主耶稣会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知道 耶稣知道 他的死 他的牺牲 会带给你平安 他所流出的宝血 会带给你平安 阿们 所以听说明 今天这个时候 我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不是新的启示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 你知道吗 耶稣的血 他是可以带来平安的 很像我们领圣餐 对不对 领圣餐的时候 这个是象征耶稣的血 你明白吗 他是血的象征 当你领圣的时候 你不要 不要 不要带着一个肉体的方式去看 这个圣餐 有人说 你不要 你不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态度呢 你不能够得到什么的 你明白意思吗 我说 什么东西都要回到属灵的角度去看 当你领受 这个是 圣经说 这个象征耶稣的血 我相信 我领受的 上帝的平安会进入我里面 明白吗 所以你要明白 为什么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 他一直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有圣经根据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 诗篇 这个 这个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五节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 这段经文说 哪知他为我的过犯 受害为我的罪孽 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你们要得什么 我们得什么 平安 因他受的便伤 我们得 医治 但是我们只宣告 我们常常会说 因他受的便伤 我得医治 因他受的便伤 我得医治 因他受的便伤 我得 什么时候他受便伤 上十字架的时候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句话我们懂 这是前面那一句 因他受的刑罚 你要得什么 你要得什么 再说一次 你要得什么 什么时候是 他受刑罚的时候 上十字架的时候 对不对 他受刑罚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 叫离开世上以前 他很有信心的 很有把握地 告诉门徒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是他的平安 然后他又说 在十六章说什么呢 世上你们虽然有苦难 但是在我里面 你们有平安 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什么时候他胜了世界 但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沉了的时候 黑暗的权势 死亡的权势 不能够胜过他 阿们吗 所以这个 因为他的牺牲 他的平安要领到你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记载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节 他说什么 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 就成就了什么 和平言文的意思叫平安 原来他的血 是成就平安的地方 阿们 耶稣的血 能够成就平安 跟你哥必提醒他 他的血成就平安 所以等一下你要领受他的血 等下你要领受耶稣的圣体 那个是你 那个是你的肉体的反应 属灵里面 主耶稣说 不吃我肉 不喝我血的人 跟我没有分 明白吗 就是因为我们回到属灵里面 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仪式 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 圣餐是一个祝福来的 阿们 我告诉你 我每一天都领圣餐 我在这个状况里面 你会看到牧师每一天的状况 都在恢复当中 阿们 所以圣餐 放眼祷告 敬拜 都是我们每一天 都要去什么 学习去操练的 包括读圣经 可以吗 所以兄弟们 这里来我们看圣经 他说既然借着 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或者平安的意思 便借着他叫万有的 无论是在地上的 天上的 都以自己什么 和 很好了 平安了 你那奇怪 你读圣经你要明白 叫万有的 因为 因为他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 叫万有的 我明白 OK 就是你跟我 明白吗 你跟我 这是万有的 OK 因为耶稣的宝血 我得了平安了 那么在地上 无论在地上 在地上很多就被 因为 因为 因为污秽嘛 对不对 这个地犯了罪嘛 对不对 亚当犯了罪 所以地就受了什么 咒诅 对不对 所以耶稣的血 流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使这个地 变成什么 一个祝福 对不对 每次我们去为人家 信价祷告 生意祷告 我们说主耶稣 你的宝血要遮盖 这个地方 让这个地方能够 翻转这个咒诅 变成一个祝福之地 来为这个家族 借助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对不对 因为地受了什么 咒诅 所以耶稣的宝血 要来洁净出来地 但是问题来了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明白 然后呢 他说天上的 难道天上 也要被解禁吗 难道天上 也需要平安吗 难道天上 也要耶稣的宝血 来解禁吗 你没有想过这个 你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去思考 我明白 耶稣的宝血来了 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 成就了平安 或者是和平 便接受到 他叫万有的 无论在地上的 都得到平安 如果圣经是这样写的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问题是 圣经也不单单说 叫万有的 无论是在地上的 连天上的 你明白为什么 连天上也要被解禁 原来 我告诉你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他给人类一把钥匙 听清楚 这把钥匙呢 是让人类可以自由 出入在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说话 明白吗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不需要 get permission 他直接可以来到 神的面前 因为他有那把钥匙 但是我告诉你 亚当犯罪之后 他被赶出了伊甸园 对不对 这个钥匙落在谁的手中 撒旦的手中 谁变成天上 有一块地方 是他可以站的地方 你还记得叶博记吗 还记得叶博记吗 OK 你回去看叶博记 撒旦可以在上帝的面前 来控告叶博 这个人是因为 你给他祝福 因为你给他没有病痛 所以你授钱给我 我去搞一搞他 真的 你去看叶博记 OK 所以天上有一块地方呢 因为人犯了罪 导致最块地方误会了 但是我要说感谢主的 因为耶稣的宝血 不单单洁净地上 你跟我 凡是属地上的 连天上那一块地也被洁净了 你可以说阿们吗 将荣耀归给上帝 Hallelujah 你说牧师啊 有没有有这样的故事的吗 我给你看 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扣分 圣经说的一百分 阿们 好 我们看这段经文 启示录 十二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来看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的神的救恩能力 国度 聘他基督的权柄 都 现在都什么 来到了 因为那在神面前 昼夜 控告我们弟兄的 还记得吗 然后呢 已经被怎么样 摔下去 跟我说摔下去 如果才在地上 需要被摔下去吗 应该是在天上 对不对 摔下来 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它 是因着什么 再说 因着什么 以及我们自己 所见证的道 弟兄姊妹 你看到吗 那个地方 它已经没有 站立之地了 阿们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宝血 已经决进那个地方 因为羔羊的血 已经决进那个地方 这样都要归给上帝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你不要怕 叶博的精力 会临到我的神命里面 他根本没有 这样的权力 在上帝面前来控告你 他只是在你耳边 来控告你而已 所以你要奉耶稣的名 拒绝他 耶稣的宝血已经流了 你不要花时间在我身上 你去搞你的子民 不要搞神的子民 阿们 听前面 我要你明白 为什么耶稣 你要认识 耶稣的宝血 是这么重要 你知道吗 撒旦千方百句 要你离开 耶稣宝血的这个真理 让你不相信 耶稣的宝血的保护 你明白吗 所以他要千方百句 引你出来 引用你出来 耶稣的宝血 真的有这样厉害吗 你拿了一个圣诞杯 有这样厉害吗 没有 当你相信他有多厉害 他就有多厉害 阿们 我相信我的脚 是因为这样 我被医治的 我没有去看医生 我到现在 我只做物理治疗而已 可是我相信神医治 阿们吗 你知道吗 我去看那个医生 那个调古的 他是Dr. Quick 他在 他叫我Pastor 他说Pastor 他说你恢复得很快 他说你Recover得很快 真的很快 他说 我说你怎么这样讲 他说一按针 我看你的MRI 你要在我这边调 大概要半年的时间 每一个礼拜的半年的时间 你想想看 看他要多少钱 他说 因为你这个速度很快 你的Recover很快 那么就可能 个月来一次 我感谢主 至少不用花那么多钱 这是我要说的 他就问我说 你有做什么运动吗 我说我除了做这些运动 我还领胜餐 他说什么叫胜餐 我说你来 我就教你怎样领胜餐 Hallelujah Hallelujah 他以为说吃什么餐 你明白吗 我说胜餐 其实神开很多门 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Amen 看你会不会传而已 会不会讲 我说我领了胜餐 神就靠我 我说胜餐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是我们 主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 他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为他祷告 所以希望说有一天他来的时候 我们就全部免费地被他挑 Hallelujah 感谢赞美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很多时候 你要明白 主耶稣的宝血 带来的那一个的祝福 那一个的保护 所以你知道吗 耶稣的血 耶稣的血 是撒旦不能够越过的界限来的 Amen 我们的Pastor Allen 曾经讲过这样一篇信息 那么今天我再review一下 这个是他曾经讲过的 你知道吗 在《撒姆尔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 菲利斯人跟以色列人来争战 对不对 然后就有一个名叫哥利亚的菲利斯人 来挑战 这个以色列人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十七章的第一节 《撒姆尔记》上 菲利斯人召集他们的军旅 要来争战 聚集在犹大的军歌 安静在军歌河 安宁在军歌河 亚西家中间的以佛大名 你知道以佛大名 以佛大名 原文 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佛大名 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血的界限 血的界限 这是一个界限来的 但是他们那时候 你知道圣经里面 它很精彩的 当你懂得去研究的话 菲利斯人他们不敢越过这个界限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上面 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 然后以佛大名是在这个界限 那么菲利斯人就在这个营里面 他们在那个界限 他们不敢越过 但是他们是什么 引诱以色列人是什么 来啊 你来出来 出来 出来 你看到吗 我们看这张经文 第八节 《撒摩尔基上第十经》第八节 哥利亚 就是菲利斯人的 这个很大致的一个将军 他说 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战力 呼叫说 你们出来摆列队伍 做什么呢 我不是菲利斯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你们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 使他什么 吓到我这里了 你看到吗 来 撒旦就告诉你 来来来来 你不要杀杀了 明白意思吗 你要说主啊 我是被耶稣的宝水保护的 阿们 撒旦千尝尝百祝 让你离开这个阶线 没有令大 חzięki La Bina 没有 这个不是 我去圣工会是红酒的 喝的很爽啊 我不管是什么 今天你是摆开水 当你象征着耶稣的血的时候 他还是有能力的 阿们 阿们 不是那个形式 你不要说那个东西是什么 还是要回到耶稣那边 明白意思吗 今天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东西也没 我不要以为你们一生病 领圣残呢 领圣残呢 领圣残 领圣残 变成领圣残好像一个什么 哇 powerful 不不不 不是那个东西 而是耶稣为你做成的一切 阿们 因他受的鞭伤 你要得什么 椅子 就好像说我们生病 吃panadol啦 吃panadol啦 玩玩啊你以为 吃panadol啦 所以不是那个形式 你明白吗 而是那个是象征着 耶稣的宝血跟耶稣的身体 阿们 当你领的时候不一样的 你不会觉得 你不会觉得 这个是什么 那个饼而已嘛 commentary 子放 Communications 撮红的 当你这样领圣残 我告诉你 你就被它引下来 来 来 对没有 我要说的 我要说的 你知道吗 旧月里面 旧月 高阳的血 你还记得吗 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 还记得吗 那么神就小义摩西说 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 那么这个是做一个记号里面 那个灭命的使者 一看到这个记号 他就越过 所以那个节日叫什么 那个节庆叫什么 一月节 是犹太人的一个庆祝的 好像过新年这样的 那么那时我告诉你 那时只是羔羊的血而已 今天你领受的 等一下你领受的是什么血 耶稣的血 阿们 岂不更有能力吗 当你领受下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在你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是 二者不能够越过的界限 阿们 你知道吗 主耶稣说血代表什么 生命 当你领受耶稣的血的时候 意思是说 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 阿们 哇 不一样 你只能看你自己 你是软弱的吗 不 因为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 因为你保血的记号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要带着一个 属世的态度来领受圣参 我们必须带着一个 属灵的态度来领受圣参 所以你知道吗 在领受圣参之前 当你在领受圣参的时候 你必须要明白 在十字架上 耶稣承担了你的坏 明白吗 让祂的好全部给你 你说为什么耶稣33岁死呢 这样年轻一年早逝 对 因为耶稣一年早逝 那么你要活到长寿 阿们 因为是一个替换 代替 你明白吗 那么在这个 哥林多后书 保罗说 祂本是富足的 却因我们成了贫穷 使我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什么 富足 那么主耶稣 什么时候贫穷呢 你必须要明白 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一息不挂的 因为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承担了贫穷 也因为祂的贫穷 让你承担祂的祝福 阿们吗 你说没有啊 牧师啊 耶稣在世上 好像很贫穷的 那圣经都说嘛 耶稣不是说嘛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就没有 枕头的地方 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 你看他穷不穷 你要明白 这真话的意思 耶稣意思说 连枕头的地方是没有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你明白吗 不是没有钱的意思 他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虽然耶稣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你不会看到他软弱的 因为他每一次软弱的时候 他都会去旷野什么 祷告 他自取力量 我要说的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来评论 耶稣在世上有没有钱呢 请问如果今天 我这个人 你们今天来这个机会 来我这个机会 所以全部 这边大概有两百人 OK 然后全部两百人说 牧师啊 等一下晚上我没有晚餐 没有钱吃晚餐 我怎么办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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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不用怕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然后我一祷告的时候 天是怎么样 赐福给我 让你们吃得饱饱 然后还有剩的 可以打包回去 请问你觉得 我这个人会担忧没有钱吗 会不会 两百多个人没有的吃饭来找我 我供应给你们 你觉得我会没有钱吗 我会担心没有钱吗 耶稣你想想看 五千个人找他 他供应五千个人 不单单是五千 那个是南丁罢了 剩十五千的 他会担心没有钱吗 还有一次 这个 彼得就问他 耶稣我们要缴税了 钱从哪里拿 就是说什么 你去钓鱼 钓鱼就有钱 真的钓鱼就有钱 今天严重跟我说 牧师啊 我的孙就出事了 我没有钱买牛奶粉 不用紧了 你去装两粒Aircon 那两粒Aircon里面有钱的 里面有 可以供应你的孙 大概五六年的 那个牛奶粉 你觉得耶稣这样 他会担心没有钱吗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在十字架下面 你看那个 亚安福音 你知道吗 那些罗马兵丁 在研究他的衣服 你知道耶稣的 那个衣服 当时候是多么昂贵的 贵到一个地步 人家都要抢 如果是巴萨玛拉 Kennie你要吗 你还要啊 巴萨玛拉 哎呦 怎么你这样 巴萨玛拉也要啊 应该是 非常名贵的衣服 对不对 明白的 所以变成 连他们那个 罗马兵丁 也在研究他的衣服 所以我要说的 我要让你明白 我会有一个picture 让你看见 保罗所说的 因他的 他本身富足的 因为我们 他成为贫穷 使我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是指着十字架的 耶稣说的 Amen 所以意思是说 所有的替换 所有的交换 都在十字架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耶稣的保血的重要性 所以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 你第一次 说到血 所以我们要看 The law of first mansion 圣经里面 第一次的 说到血 会说话的 因为血有声音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的血 会有声音的吗 每一个人血 有声音的 有没有 我讲课 这样听 我不是教你这样 每一个人的血 都会有声音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当你要去验 你有没有 血压高 有没有糖 要病 糖固醇 你是不是要抽血 抽血 是不是要去验 验了是不是 好像血会讲话的 这个你有什么病 你有病 你有病 都会讲话的 所以血是有声音的 跟你个病左右 说血有声音的 等一下不要说 牧师讲血有声音 我割一下 没有耶 牧师啊 牧师没声 不是这样来的 那个声音不是这样 但是圣经里面 属灵的角度 我们看 血第一次记载 血有声音的 是在哪里呢 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 四章十节 也是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 还记得吗 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 就是 该引杀了他的兄弟亚伯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他说 耶和华就来找这个盖尹 你做了什么事 他说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他在问盖尹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 从地里向我哀告 因为 因为讲到亚伯献祭 讲到亚伯献祭 然后盖尹也献祭 但是神就接纳 亚伯的献祭 不接纳盖尹的献祭 盖尹就很 怒气 田兄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 所以血里面就有把他埋的 然后血就有声音 起来的 OK 如果你是亚伯 你被盖尹杀了 请问你会讲什么 你的声音会讲什么 你会讲什么 我死得很爽啊 我很爽 我被杀得很爽 再插我几刀 你会这样讲吗 你不可能这样讲 对不对 你会说 我会看爆诞眼 爆诞眼 对不起爆诞眼 我这是把那个羔羊献给你 你验到我的这个记忆 反而我的兄弟看了我不甘愿 就把我给杀了 为我生烟啊 为我生烟啊 这个血是不是讲这样话 他不可能讲 我happy go lucky 我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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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讲这样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他一直讲 我被冤枉了 为我生烟 为我报仇 这是亚伯的血所说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 希伯来书 他把耶稣的血 跟亚伯的血 做了一个对比 非常美妙 你要记住啊 亚伯的血说什么 替我报仇 对不对 冤枉 你一定要为我生烟 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 不要放过那些杀我的人 罪讨他的罪 OK 但是你看 希伯来书 他把亚伯的血 跟耶稣的血 做一个对比 来 希伯来书的第12章24节 他说 并且新月的中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血所说的 什么 更美 跟我说更美 耶稣的血 跟亚伯的血 说的更美 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血会说什么 他不会说冤枉的 他说赦免他们 祝福他们 给他们平安 那些领受我的血的 给他们保护 给他们脱离一切的咒诅 给他们领受心灵的平安 一切的瘟疫 不能够领到他 因为我的血的记号 在他们身上 哈利路亚 这就是耶稣的血 今天如果你领受的 耶稣的血 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的一个意义 这个人你不能动 因为他是属于我的 这个人你不能靠近他 因为他是我的 阿们 灾祸你不能够领到他 二者的攻击 不能够领到他 因为他的身上 有我血的记号 耶稣的血 会在你生命中中说话 阿们 跟你隔壁左右说 他的血会替你说话 哈利路亚 所以你还担心什么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 主耶稣将要离开的时候 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吃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吃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 为你流血 包括我 明白意思吗 谁为你流血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们每一只 都是上帝的羊 你们不是上帝的牛 哈利路亚 阿们 你们每一只 都是上帝的羊 不是牛来的 哈利路亚 是上帝 是主耶稣亲自 为你们流出的宝血 来救赎你的 如果有人牧师说 你是牛 没有关系 因为他跟你 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没有流血救你 是耶稣流血救你 阿们 他的血 他只是会流什么血 我不知道 OK 但是耶稣流下他的血 来拯救你 所以你是上帝的宝贝来的 阿们 跟你隔壁说 你是宝贝 哈利路亚 就怎么样 你要明白 当你是上帝的宝贝的时候 当你有耶稣保险遮盖的时候 任何的咒诅 不能够领到你身上 无论人家怎么讲你 你要知道 你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 阿们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祝福你的 我要祝福他 咒诅你的 我要咒诅他 阿们 所以你不要怕 人家对你说了什么话 It's okay 感谢上帝主 我知道我是被神保护的 阿们 当我拒绝那个话的时候 那个话会回到你身上 然后你会更多的牛 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宣告 我也领受 我领受 上帝给我牛也好 给我羊也好 It's okay 耶稣的宝血 捷径了牛都变成羊 阿们 坏人都会变好人 对不对 宝血的大能 宝血的能力 阿们 所以兄弟们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宣告一件事情 今天耶稣的宝血的记号 在你生命里面 所以你会得到改变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 这个世上有苦难 但是你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什么意思 祂的宝血带来改变 祂的宝血带来能力 祂的宝血给你平安 因为祂的宝血 能够 竭进一个地方 连天上也竭进了 阿们 那个天上 再没有一个位置 给二者来控告你 祂没有站立的地方 你明白吗 因为那个地方 已经被耶稣的宝血 给洁净了 祂要去 不能了 耶稣已经把那个钥匙 拿回来了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在起诉的 十二章心 很清楚告诉我们 那些昼夜 控告我们的弟兄 已经被什么 摔下来了 从哪里摔 从天上摔下来了 哈利路亚 所以当你这样 看圣经的时候 哇 感谢主 耶稣的宝血 我要 我要领受 我要来领受 这样的一个祝福 弟兄姐妹 来到神的面前 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OK 一旦 神的刨血 碰到我们的时候 一切的咒诅 邪恶 我说 要远离你 阿们 你知道吗 哥罗西书 三章十五节 他说什么 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做主 在我们里面做主 弟兄姐妹 不要让外面的环境 在你心里做主 不要让你的那个 整天 提心吊胆的老公 在你生命中做主 或者是整天 精神异异的老婆 这个神经质的老婆 在你生命中做主 不 让基督的平安 在你心里面做主 阿们 那你具有能力 去改变这个环境 可以吗 不要担心这个世界 接下来的瘟疫是怎么样 你要宣告 每一次你在宣告 神的话语的时候 每一次你宣告 四篇九字一篇的时候 这都在提醒着我们 都在帮助我们 在给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明白吗 我告诉你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夺走 神在你里面的安息 神要你做的安息 遇到任何问题 不要慌 先安静下来 可以吗 然后我们来宣告一段 在还没有结束之前 宣告这一段经文 好不好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非常好的一段经文 然后你就很勇敢的 等一下你是 挺胸 抬头挺胸走出去 阿们 每一个人抬头挺胸 这样 做做最好了 OK 我们读一段经文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一二三来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 导动 保护你的 必不打盾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盾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 硬壁你 百日的太阳 必不伤你 夜间的月亮 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路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至到永远 Amen 把你变成我好不好 你就好像说 我们好像对他说话 但是要对你说话好不好 对你来宣告 来 一二三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 保护我的必不打盾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盾 也不睡觉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 硬壁我 百日的太阳 必不伤我 夜间的月亮 必不害我 耶和华要保护我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我的性命 我处 我路 耶和华要保护我 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 Hallelujah 所以这段经文 包括诗篇91篇 诗篇121篇 每一天来做这个宣告 而且每一天早上 耶稣的保护色盖我 Amen 所以今天我要说 为什么耶稣的平安会流下来呢 因为他的保护流出来了 明白吗 因为他的保护流出来 他的平安要流下来 他要流下来 所以我说 耶稣所吃的平安 为什么跟世人所吃的不一样 因为他的保护流出来了 Hallelujah 所以等一下你领圣餐 你要领圣餐的时候 你要看到耶稣 为我受了鞭伤 我不单单得到医治 我更加得到平安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他的保护流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 非常宝贵的时刻 感谢观看